一场硬碰硬的对决 在辽越大战常规赛首场交锋之后 相信大部分球迷对于两支球队本赛季的定位 有了全新的认知 从直面实力来看本场比赛 赵瑞因为情绪的原因 仅仅出战10分钟就被搁置了 任俊飞 殷商没有出战 而新外援汉密尔顿是首次加盟广东效力 他与球队之间还没有任何化学反应 即便是这样广东依旧凭借出色 得底蕴打出了一场漂亮的比赛 其实这场比赛 辽兰在首截一度牵着广东走 比分也一度拉开到十分开外 但是关键时刻杜丰的轮转深度 再次帮他挺住了最危难之际 尤其是凯虹 王兴凯 本赛季王兴凯在第一阶段 几乎没有多少时间出场 但是面对辽宁南兰 杜丰则给予王兴凯绝对的信任 果然首截比赛 这名老将迸发出了绝对的战斗意志 首截就利用出色的投射能力 与积极性得到八分 成为广东追分的关键先生 很明显杜丰是给予王兴凯全新的定义 他希望王兴凯在有空间的情况下 一定要坚决出手 广东只有在外线找到空间投篮机会 那些阿联与汉密尔顿才会有更多机会 在防守方面 王兴凯则主要负责针对张震琳防守 可见王兴凯这样的骑兵 在面对具有针对性的球队时 杜丰才不会狼狈 除此之外 本场比赛 辽兰本场比赛的篮板球被玩爆 尤其是大外援桑普森的到来 尽管他的身体天赋出众且在防守端可以给 马上布鲁克斯制造很大的麻烦 但是在进攻端他的表现太粗糙了 全场比赛桑普森出站21分钟 12投6中砍下16分 七篮板正负直负28 全场最低 可见他在处理球方面 确实与莫兰德无法相提并论 但是相比较于辽兰广东这边 人员储备很充沛 尽管休赛期失去了周鹏与威姆斯 广东在三号位只能依赖 张浩佳以及更多的年轻小将 不过在经过第一阶段的培养之后 伴随张明池张浩佳与张浩等人的成长 广东当下的新老交替任务 正在有条不紊推进中 此外本场比赛广东之所以大胜缭览 除了王兴凯高效的表现之外 小将张浩在篮板球与防守端的表现 让人印象深刻 全场比赛张浩抢下11个篮板球 并且在防守端给予韩德军语大 外援桑普森制造了很多的麻烦 可惜的是因为身体对抗能力较差 张浩在终结能力方面有所欠缺 这也是他接下来应该提升之处 通过本场撩跃大战之后 相信诸多球迷也应该知晓 广东依旧是有实力争冠的球队 而在撩跃之外 像浙江广沙以及上海都是后起之秀 如今的CBE联赛愈发精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